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有要財證券市務總監國師治郭Sir 在這裡,郭郭Sir,你好 你好 大市方面的情況 做23,146點,升123點 國企指數升96點,佈10,330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407億多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ask at bschannel.com 先去跟郭Sir談談石油石化股方面的情況 其實都見到,今天有一點反彈 當然是外圍油價方面都有一個反彈 但始終油價的反彈力度都不是很大 你又如何預料? 就像石油石化股 譬如中海油等等 接下來的表現 會否這一下的反彈都非常短暫 首先先看基本因素 國際油價由100元樓上跌到近期的低位 已經跌了兩成 油價當然是生活的必需品 但同時期在商品市場也是一個商品 逢是商品可以買可以買 油價的下跌 或多或少都要看看基本因素 第一就是美國開採現油的技術 開採天然葉岩氣的技術 是不斷成熟的 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原油的入口國 可能在一段時期之後 美國的原油已經不再入口 是出口國 換句話來說 國際油價的下額形態 其實來說會漸漸明顯 因為始終是商品是看需求 如果供是過於求的 價格自必然就下行 相反當然是向上行 直到現在這分鐘 雖然你說 價格跌了這麼多技術上的反彈 但問題是 在基本因素方面 不是那麼硬正的情況之下 就算你說有技術的反彈 都只是跌後一個後抽的意思 假設你100元或樓上 在商品市上沽空 80元左右的水平 的確有一個回補的動力 因為在一段時期之內 已經賺了20% 有部份真的會計算 這些回補的買本 會令國際油價 輕輕地有一個技術上的抽升 但由於基本因素 剛才我提及過 始終都是不明朗 所以抽升過後 很難會再出現一股新的動力 除非有些突發的事件 令到燃油的供應有問題 你才有個藉口再度炒上去 再看幾隻石油股 油價高升的時間 803中海洋石油一定最受惠 因為業務是100%上油 即是海洋陷探石油和天然氣 相反來說 下游業務是由沒有公司負責 過去一段時期 它的優勢是盡顯的 因為油價持續高升 好了 到現在這分鐘 油價的基本條件開始轉弱 油價下限 它當然是受創 所以短期來說 就算803中海洋石油 有少少反彈 少少秋升 都只不過是 中期調整一個技術上的轉定 我講了很多次 一隻股份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之內的走勢 可以是很多因素 包括一些 技術上的止散 或者止蝕 甚至突破追賣等等 很多人為因素夾集在內 但一個中期的走勢 我講中期的走勢 就是一個浪 一定是看基本因素 如果基本因素更強 如果股價持續下限 最終它都會走上去 反過來來說 如果基本因素 稍為偏弱 或者不明朗 就算股價如何抽升 最終它的力度 都會慢於大事 這是沒辦法的 至於157中石油 陸上堪探石油和天然氣 也兼營下游業務 由於下游業務 在油價持續下跌當中 其實來說 可能它的保護網 會比較強 雖然已經有成品油的機制 但油價下限 對它來說是有利的 因為燃油的業務 很大程度上賺多少錢 真是取決於原材料 就是燃油的價格 油價下跌 對它來說當然有利 所以157和883兩隻相對 好像基本因素面那邊 157就強過883中海洋石油 我們再看多一隻386 386其實主要的業務 集中在下游的煉油業務 幾年前油價高企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成品油機制 煉一桶油就蝕一桶油 當時有不少內地的油站 簡直是沒有油賣的 後來國家就沒有辦法 唯有補貼 因為燃油 始終是生活必需品 你不可能不賣 但在那一刻來說 油價不斷地上升 如果隨著油價上升 你將成品油的機制 放在未落實後 油化工一系的產品 跟著國際價格上升 後果很嚴重 除了工業成本不斷上升之外 也會刺激通脹不斷追升 所以國家那一刻是一直補貼 但你到後期有成品油的機制 隨著機制下降之後 油價升濃跌 已經對386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不過油價始終在低位 對它來說還是有利的 所以三種油股來說 在現在這個環境 這個氣候裏面 如果看看基本因素面 最受惠最有利的 反而是三百六種石花 但三種股份近期跌了不少 基本上 單單說技術上來說 的確有少許回補的買盤 作一個低位的吸納 但這個低位吸納 我想暫時來說 都起到效應 就是股價喘定的意思 要回復像早前那樣的升浪 就算有的話 我都比較看好 是百五七和三百六這兩隻 始終沒那麼看好 就八百三 只要都說一百個percent 都在做上油的業務 暫時來說 基本面都不是那麼穩定 好 我們看看整個板塊的表現 中石化升五先報六個六 而中石油升超過百分之一 做九個四毫八 中海油升百先報十二個五毫四 謝謝郭Sir 跟我們分析了這個板塊 跟你做新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大行報告的環節 亦都有郭Sir繼續跟我們 跟進大市方面的情況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